注意看,在迷你世界中,每当我们拿上能量剑击败野人,当他血量为零时,就会产生一股神秘的气体蒸发掉,此时我们可以看到他掉落的装备,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,此时的野人已经被我们击杀,他已经死了,错,其实野人并没有死,你们知道吗?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击败过野人,那么请为自己的勇敢点一个赞,对了小伙伴们在评论区中发出666就可以解锁新特效哦!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,我们发现,野人是非常特殊的,我们可以使用武器进攻他,当他血量为零时,他就会消失,产生一股神秘的气体,但是我和学姐发现,在老版本中,我们不进攻野人,他依旧会消失,产生神秘的气体,在评论区中扣出6783,你将会知道为什么野人的消失会产生神秘的气体 并且我和学姐做了非常多次实验,我们把野人放到地上,他都会消失,产生特殊的气体 并且此时我们是没有进攻野人的,所以这就可以说明一个问题,那就是野人,他们其实是无敌的,他们是不能被杀死的 因为我们使用能量剑击败他,他们依旧会产生特殊的气体,然后消失掉,你们知道了吗?